宝贝们你们好,欢迎来到故事奇迹记,我是小安妈妈,我们又见面咯。 今天是我们三月的最后一个故事,还是和睡觉有关系。 在这个故事里,有一个昏昏欲睡,眼皮马上就要搭拉下来的小女孩。 所以小安妈妈会建议你,可以安安静静地舒舒服服地躺在床上,听小安妈妈讲这个故事。 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《当我想睡的时候》,当我想睡的时候,我希望睡在暖暖的篮子里,或是睡在毛茸茸的鸟巢里,或是睡在树洞里,或是躺在温暖的山洞里。 睡上一整个冬天。 当我想睡的时候,当我想睡的时候,我的眼皮会越来越重。 我想试一试站着睡,或是在高山上睡,或是倒挂着睡,或是在树枝上睡。 当我想睡的时候,当我想睡的时候,我的眼皮会重得睁不开。 还好,还好我不必睡在深深的海底,或是又热又干的沙漠里。 当我想睡的时候,当我想睡的时候,我的眼睛会慢慢地合起来。 躺在我自己的床上,盖着我自己的被子,睡在我自己的枕头上。 这真是太好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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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